今年的气候稳定,高雄大树的玉荷包品质特别好 高雄大树玉荷包于5月25日开卖 今年度因春化作用明显,开花率达9成以上 今年预估产量19682公吨,回归到104年产量水准 是正常年产量 今年玉荷包一开市,就涌入大小贩运车进场 向农民受购玉荷包,交易热络 交易量达15000公斤 拍卖价格平稳,平均每公斤55到67元 换成台金每台金约35到40元 高雄市农业局说,今年玉荷包产量加 所以在筹备拍卖时,就搭理号召贩运商进场 带动市场热络交易,同时也推动多元行销 透过中华电信、佛光山、绿色生活馆、农会、物产馆 电商等通路,努力推动行销 总统蔡英文与秘书长陈菊也透过脸书直播开卖底及玉荷包礼盒 达到多元管道共同行销的加成效果 农业局说,今年因气候合宜,适合玉荷包生长 微酸中带甜,果后汁多口感佳,适合端午节送礼 十方新闻环会如今玉林高雄在访报道